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统计学的目的在做什么 统计学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对于不确定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了解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决策的一个科学方法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统计学 以统计学的方法而言来说的话 它种类我们大略的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叙述统计 一个部分叫做推论统计 叙述统计比较简单 我们有一批资料 那批资料我们想要对它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用一些简单的一些参数 用一些数字来去表达这一批数字的话 我们的话就是叙述统计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图表的方式来表达 让我们的这一批资料能够一目了然 看得很清楚趋势 或者是平均数 或者是离散的状况 那么比较重要的那一部分 就是在推论统计了 推论统计就是我们想要知道 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想要了解它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在后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进一步的叙述 是这样的 假设这是一个母体 什么叫做母体呢 就是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下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台北市长好了 那么台北市长 那么所有的台北市长的能够的合格选民 台北市的合格选民 这就是母体 假设是总统大选 那么就是全台湾的公民 有投票的这个资格的人 这就是母体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母体呢 这是母体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用利用抽样的方式 我们去抓一些资料的点 然后我们来研究 为什么要抽样呢 因为母体太大了 我们想要了解它 是每一个都去调查 那么起步就是所谓的普查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抽样的方式 假设这些一些样本 我们把这些一个一个的样本 能够适当的去抽出来了以后 集中起来 好 那这个叫做样本 我们利用的样本的话呢 去了解这个母体 这个母体 我们有兴趣的是什么呢 叫做参数 母体我们用一个参数来表示 比如说 母体里面的参数 可能是有平均数 可能是有变异数 里面的话呢 这些就叫做母体的参数 一般来说我们是不知道的 样本 那么我们称为统计量 我们利用这个样本 得出来的结果 去估计这个母体 来想象这个母体 假设我们这个样本的抽样 得当 我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 花很少的这个心力 或金钱 就可以大概知道母体的大概的状况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以样本 推论母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单元 我们只是做一个统计学的目的的介绍 那么重点是在这边 母体的特征 我们用一个叫参数来表示 那么抽样出来的结果 我们去做了参数的估计 我们就称为统计量 那么至于说 这个统计量去估计参数 准不准呢 这就是我们后面 将要介绍的一些理论 如果说抽样的方法 如果是正确 那么用样本来估计母体 可以省时又省成本 那么这个抽样的方法很重要 那么我们在后面将会陆续介绍